看看台灣的粉紅超跑 今年不得了了 百中有夠多人參加的 九天八月形成了 競言出現了一個 非常奇妙的四字 你看來 一起九九 一起九九 這邊念過來 一起九九 這邊念過來也是 一起九九 一起九九 比去年多六萬人 2014年第一次白沙屯的 那時候可能是八天七夜 那時候才一萬一千三百 九十八人 十年漲了十五點五倍 當然這段時間我們三立電視台 也貢獻了很大的一個力量 那目前來講已經確定了 三月十八開始要往南 九天八月的一個行程 那這個行程的一個過程裡面 前面先到北港有六天 應該可能有六天 這六天的時間是慢慢走 那可能有三條線 比如說西濱 縱冠 三線 但是回來 急行軍有三十二點鐘 嚇到通宵 這樣還沒碰趴 連台灣的陸戰隊 現在都沒有這麼強的訓練 三月十五月主席 那一面開始在共天公 很古天地 年後用古年的那個行程 我們一次順的旗拿出來 拿出來之後貴費以後 叫做陶旗 站陶旗 繳鋼田 繳鋸鋒 所有的五兄爭 你這五倍的東西來 你都不要來幫我頂盪 因為我要出去了 大支要出去了 你這你不要來幫我亂 所以扣軍三天 扣軍都是在那個 那個Q時以後扣軍 所以五兄爭在扣軍的時候 在阿波三點 四點 五點 我們一定要用那個行列來拜 拜之後要去爬槍 因為一定要兵牆馬狀 剛才要走的時候 照過去 我們現在在塞鋼的時候 最主要重頭戲 就是要撩過這個 我們的塞鋼大橋 塞鋼大橋有三條路線 第一條是斜邊 第二條是縱管線 第三條路線 去年走的 都散一散 去年怎麼走呢 走到二水 都走到後來 就扣回來 客酒 就過那個塞鋼大橋 那過塞鋼大橋 兩種過法 一種是怕救命 一種是廖鋼大橋 不知道要怎樣 不知道 但是過塞鋼大橋 那裡有一個魚療 魚療有一個 東南宮的故 2022年的時候 雙媽肥 雙媽肥 你看我們白沙燉馬 都會八樓梯 粉紅操跑真的很厲害 加上AI都加頭 一般來說 他剛才說的 那個也不敢八樓梯 那樓梯怎麼發 衝啊 進啊 怎麼進去 鐵啊 衝啊 這樣衝下去你知道嗎 所以有夠厲害 今年為了這樣 要兩隻媽祖 兩天的時間 去募款一百三十萬 準備一萬五千的便當 他們妊娥在三月二 到三月二 這兩天會過塞鋼大橋 那兩天要怎麼等 所以那兩天 既就有五千人在等 所以這也是今年的勝勢 那如果說到媽祖的神職 去年最感人的故事 就是媽祖 突然去救一個孩子 這是 那時候大家都不知道 二月十四 經過殺頭 因為去年是怕痠痠 經過殺頭 殺頭就是蕭桂床 都算是小的 都做妹子 過去說殺頭蕭桂床 六天四一半就是殺頭 經過殺頭有一個媽媽 他愛到一個腦麻的四歲的小孩 在那裡救到媽祖跟補充 這個事情已經過了 二月十五 二月十六 突然影響的一個故事 現在故事的鄉民代表 有人跟他說 有一個工廠的老闆說 代表 代表 十個媽祖來幫我訪問 他說 叫我去幫助一個媽媽 跟一個小孩 他在二月十四的時候 他有在我們寫頭 來在那兒丹媽祖和守護 他都去查那個老闆床 真的有 但是我們現在夾到一天 查到後 那個老闆 因為這個老闆的小孩 他完全死去都沒辦法燈蕭 沒辦法禁食 都要用罐子 醫生說這可以手術 你把它幫忙 真的把它幫忙 很成功 現在這個小孩 特幼年今年 結一回 五回 現在他有辦法禁食 那剛才聽到這個白沙圓媽祖 這個初詢的時候 有人說聽到媽祖沒有路線 心頭的安定 但這個羅生有快有慢 有不同的節奏 各有不同的意思 今天特別邀請到文翠來到現場 您當過十三年的敲羅手 對 你怎麼知道 因為這個白沙圓媽祖 很特別就是他沒有進行 既定的行程嗎 所以連康教人都不知道 媽祖要往哪邊走 那你怎麼知道 羅生要怎麼打 不管是教夫或是羅手 他在那個現場 他唯一能做的事情 就是放鬆自己 讓自己在一種無我的狀態 因為羅手的聲音 羅生跟神教 他有一個最大的原則 就是在那個現場 當下 羅生跟神教的動態 還是要一致的 那是他最大的原則 所以羅生就是呈現 神教教教的動態 所以你們有點像是前導 就郎公聽到羅生就安定 就是怎樣媽祖要來 是是是 然後就是你 你不知道為什麼 跟這個教授是心意相通 是 那你有看過媽祖嗎 顯現來嗎 我看過 夢中看過千里眼孫風兒 導師沒看過媽祖 還跟你說什麼呢 就該進香了 因為那時候我人在國外 所以那個 本來想缺席就對了 沒有想要缺席 俏班的韓國瑜 千里眼看到了 好回來了 我真的有千里眼 對對對 所以也是很特別的一個經驗 但我沒有打算缺席 但我覺得很窩心 那個千里眼孫風兒 來提醒我這樣子 是不是有一次就是媽祖曾經提 就是提醒你們要走走走 然後就是新手 然後走就走到一個土地公 跟土地公會合 那個這個經驗 大概我敲鑼十三年來 也是唯一的一次經驗 媽祖其實很可愛 他會去回應人的心聲 那是2004年的時候 已經走到了龍井 那是回城嘛 走到龍井就已經白沙屯再忘了 所以呢大家是比較輕鬆 那會常常會有短暫的停留十分鐘十五分鐘 那那個時候我也剛好是當班的裸手 然後暫時停架十分鐘 那新裸手呢 他就停架了之後呢 他就問我還有那個 陶貓的教夫說神教有時候 他的動態非常的特殊 那那樣子特殊的驚鑼 羅勝到底要怎麼打這樣子 所以現場我跟教父當然有跟他分享 我們的經驗這樣子 那十分鐘到了鑼就起架了嘛對不對 那起架了之後 他就順著沙田路繼續往北走 但是很快的他就彎到一個小路裡面 我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樣的路 那到了那裡那有一個 所以這個情況是教父跟著裸手走 不是不是 我們所有的都是跟著神教的意識走 那我們走到那個土地公廟 可是裸手不是在神教的前面嗎 裸手在神教的左斜前方 但是裸手的身體 他必須要感受他後方的 那個神教的行動 所以感受到那個能量 所以都不是 都是神教在帶 那到了那個小土地公廟 也沒有人在拜拜啊 但是在那個很小的空間裡 然後在短暫的那五分鐘左右的時間 神教的驚鑼就很快速的出現 非常多不同的變化 那我的羅生就回應那樣子的變化這樣子 那很奇怪啊 沒有人在祈禱為什麼媽祖突然間 這麼激烈的驚鑼這樣五分鐘 但當時我有種感覺 我覺得媽祖就是在回應剛剛 那個新裸手在問的問題 媽祖其實就是在教這個新的裸手 有些特殊的擺動的方式 到底要怎麼打 他聽到問題了 對 很溫馨可愛的 那你們當一次搬多久 通常就是一般是一個小時 然後有三個正班在輪流 所以一次一個小時 然後就可以休息了 所以這樣這個跟粉紅草寶走一趟之後 會不會很痠 或很奇怪的不痠 很奇怪的不痠 一定也不累 對 比較有碰到嗎 有 敏寬判起來蠻瞭解的 你有什麼故事要跟我們分享嗎 但我們剛才都有看到那個轎子 人家說那個神教怕是很猪磨 怎麼樣呢 他有上下走 有前後走 然後一般來說 他有時候會定住 定住的時候可能在找方向對不對 但我們說整個粉紅草寶特別有趣 他常常會原地一百八 所以很多的一個教夫 他們都常常會不知道該要怎麼做 那為什麼呢 這個時候就是出現 所謂的一個神機的一個時候 那我們來看過去 其實有很多時候 那種有些很特別的一個神機 過去有一年白沙寶罵 從西羅 到了西羅 那個時候人沒那麼多 整個晚上全部都夜都是黑的 只有一家農具店 只有一家收入農工 你知道嗎 我們會在佐水溪旁邊 也就煮米而已 那邊的米真是好吃 然後晚上就說 好 白沙屯罵就說 去那邊休息 晚上大家熙熙烏烏的 也就進去了 進去休息完之後 到了隔天要出來 慘了 阿姬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他的門 居然比他的轎趾小 兩邊各小一寸 昨天怎麼進來 對啊 那明天早上要怎麼出去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時間點到人家白沙屯罵 ㄎㄎㄎㄎ 他們羅手開始ㄎㄎ了之後 起咳 起叫 哭 又出去了 那好可憐 這個是大家都看到的 那我們來看 剛才其實翠姐有說 他們現在還有三班 他們以前那些教父多可憐 他早是斷斷斷 就是在前面的稍微換到後面 後面的換到前面 他們說磨到肩膀 都流血喔 真的都流血 我們來聽聽老教父們 他們怎麼說的 所以在五十年前 那個沒有GPS的年代 只能夠看地圖的年代 那些教父你去想 那天都做殘廊 他們連大字都不認識 真的就是靠媽祖的引領 沿路這樣子回軟回去 但我們來說 還有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 其實很多人內行的都知道 白沙屯罵其實有兩尊 一尊是白沙屯罵 一尊是三尾罵 那三尾罵跟整個白沙屯罵 個性應該都很耿直 都跟小朋友一樣 為什麼呢 他們都是說衝就衝 說停就停 但他們老一輩的人說非常神奇 這個神奇 我聽很多人說過 我是沒有聞過 他們說很簡單 什麼分別呢 白沙屯罵過來 有一個老沉香的味道 那個老沉香 很多人一定聞過 好一點的香料 有那個沉香的味道 可是如果是三尾罵來 他是另外一個媽祖 可是這個媽祖 他那個味道是花香 清香的一個味道 他們很多老一輩的人說 來不用看 用平的就聞得出來 但我們說白沙屯罵 厲害 跟讓大家這麼感動 為什麼今年會十八萬人 我們來看看這個鏡頭 看得真的是很感人 看看那個小朋友 之前就有一個小朋友 各位你去想 他就站在整個最前方 那那個最前方 請各位看 他其實手上還掛著點滴 白沙屯罵過來 看到他之後軟腳 先軟腳皺皺完之後 白沙屯罵已經過去了 突然間原地一百八 又繞了回來 繞回來之後 白沙屯罵就很溫柔的 去碰了這個小孩 然後這個你看那個媽媽 不知道是媽媽還是阿嬤 趕快把那個小孫子抱起來 對不對 白沙屯罵用那個狗逼 就去碰他的肚子的兩邊 碰他肚子的兩邊 慧民姐我跟妳說就是這麼厲害 這個小孩是他的腎臟長期 他有問題 然後就在醫院裡面醫治 那醫院裡面醫治呢 後面白沙屯罵就是這麼的善解人意 後面就是安慰這個小孩 那這個小孩後來聽說病 他也就慢慢的有好轉了 我們這邊敢大聲的說 姓媽祖的孩子不會變壞 為什麼這樣講呢 來看看這位北家獎 現在變成了北港大富豪 他就是取下了一個心願 要蓋媽祖文創園區 對 那他的公司叫做金棧公司 這間我們當年也在金棧 這間公司現在已經是掛牌了 他的當時都五層男 說到這個層男 年輕人真的有夠輝入 我們說現在臺灣派人有夠多 老人變壞 壞人 壞人變老 通通有 但是很少看到浪子回頭 這就真的攏住回頭 怎麼說 你國中的時候就恰靈恰風 身材都怕老輸 怕老輸 你跟這種國中的孩子都怕老輸 這個孩子是要怎麼樣 後來 當然國中後就沒託了 沒託就完家燒泡 去嬌京去維釋 維釋後你知道嬌京維釋 一定是激釋一些在地的人 結果激釋到什麼 在地的老大 老大 你這個年輕人才沒禮貌 當然一路堆釋 堆釋到台北 來到台北的時候 路口在哪裡 在我們三頂坡 因為所有分林家裡的主題 如果來到台北第一 都先來三頂坡 結果來三頂坡 真的人有夠 衰衰到一半 開這裡都去撞到人 開這裡撞到人的時候要賠了 賠了十九歲的時候 不然這樣 乾脆先來作兵 吃無人飯 沒關係 還要去作兵的時候 作兵就喝酒 老兵就完結 就打凶 竟然要渡兵 佛家債他就幾人 因為過期 如果渡兵就是你死了 你一死人你就叫他 因為渡兵後回來 滾發 那時候滾發的發令很高 但是可能那個時候 普通店員說不要玩渡兵 七天一來放回來 佛家債 這樣這個事情就改過了 所以我們看他 年輕人穿的喇叭庫 那喇叭庫有夠熱 幸福都車輛車輛的 結果一個回來後 回來後就想說 這樣帶母 帶母要做人 最重心做人 要去做一個機械 去做機械工廠 生理有夠不少 賣到真的比渡兵就差 他們沒辦法 從那個工廠 前面去什麼 賣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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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賓賓 賣賓賓 賣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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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一百年 一百年 一百年 我做多少 那年做四千多萬的營收 賺一千八百萬 所以你算 四千多萬 賺一千八百萬 造你45% 夠夠好賺 wall 像旁邊 dissipate 撞 chapel 做他一樣的 賣賓 賣賓 賓 欣賞 保固一年 整個 他的國客 客戶都唱了一百台像五台 甚至有一個人客 算市長的 拜託 我告訴你 這樣啦 你如果可以照他的價值 我就給你購 是 他就去不然衝進去工廠 人家的機器 在電工 關一條機器 拖回去 氣壁很好 回來了 等一下 等到有一天 他剛有一個客戶在中華 他就去 做路線 他說看到一台機器在拖路線 他說看 當然靠我哪裡做 沒辦法做 他就開始下去研究 做一個 專門在拖路線的機器 現在賣到什麼 賣到賓士 賣到土耳朵 賣到播音 賣到蘋果 賣到三星 因為一台車要一千九百機 一千九百機的路線 媽祖是文森就庫的 那是在北港的那個公園路的巷子 在2017年的國立的3月3號那一天 就是完成掛匯的儀式之後 從曹天宮離開 然後就走公園路 但是那是一個小巷子 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畫面 那這個就是林老先生 那媽祖進來以後呢 就叫公園 把他嘟在那的心肝頭家 然後林老先生後來事後 文化祖的義工有去採訪他 他說他當時就感覺到 他的胸口有一股暖流 好像有人用溫暖的手 把他的那個胸口扶了扶那種感覺 那當時其實他生病滿嚴重 事實上就是媽祖已經在為他 那接下來他要替雲的事情做鋪路了 父親身體好一點點 對 兩兄弟才能專心幫媽祖做事 沒錯 完全是這樣子 那那個其實老先生有做夢 夢到說 媽祖說會來他家 他心裡想說 媽祖就從來沒有走過這條巷子 他怎麼可以 怎麼會來 對 然後3月3號他真的來了 樂星 樂星